在朝代瞬息万变 皇帝满天飞的五代十国 有位从不内耗的十朝元老 他侍奉过十一位君主 常年八榜高位 不是宰相就是三公 他就是乱世不倒人 冯道 冯道 自可道 好长乐老 别内耗不就长乐了吗 他自幼勤奋好学 擅长文章精明能干 在他侍奉第二任君主 后堂民宗李世元时 就以身居宰相一职 可宰相没当几年 李世元就变噶了 他的手下 陆王李重柯 趁机就造反了 这冯道还没反应过来 当时继位的后堂领帝 李重后快速打包 我不给你们内耗 谁想当皇帝谁来啊 然后自己沙压的跑路了 再其他人还在想 皇帝都跑了 我们是跟着跑还是留下呢 冯道都已经率领百官 给陆王李重柯开城门去了 冯道毫无思想包袱 想这么多干嘛 来就来呗 陆王都收拾好了 您可以直接拎包肉柱 真懂事啊 陆王李重柯冲地 史称后堂末地 他让冯道去当了一个 没有实权的司空 把冯道给打发了 没过两年 李重柯的手下 和冬节度使 石敬堂勾结契丹 一起把李重柯给杀了 后堂灭亡 石敬堂建立了后径 随后后径高祖石敬堂 任用冯道当宰相 作为宰相 面对石敬堂 向契丹称的屈辱场面时 冯道只是淡定地保持沉默 想这么多干嘛 闭嘴 明哲保身 以后再寻他路 也由于冯道的圆滑 石敬堂无比的信任他 在他病重快嘎的时候 他把柚子石敬堂 托付给了冯道 我死了之后 一定要辅佐我的儿子 但皇帝啊 放心吧老板 石敬堂嘎 可是面对当时混乱的局势 当其他人都在想着 如何辅佐少主的时候 冯道收得一下 把石敬堂的亲儿子扔到了一边 国家多难 小孩哥可搞不定啊 杨子 石崇贵 来 李上位 我扶持你 石崇贵继位 史称后进末地 之后石崇贵跟契丹应高几连 咔 被契丹灭国了 当其他人还在讨论 是桃是流的时候 冯道深呼吸一口 非常懂事的去拜见了契丹国主 耶律德光 冯道 你说 现在的百姓如何可救啊 佛主来了也救不了呀 只有皇帝宁能救天下百姓呢 这彩虹屁 把耶律德光给拍的 咽咽咽咽 我可要做个好皇帝啊 于是冯道就留在了契丹 他还趁此暗中庇护中原百姓 不受侵害 在那个皇帝不是被嘎 就是自己嘎的年代 没多久 耶律德光也并嘎了 这下 其他人忙着北规抢皇位 一团乱 而此时 河东节度使刘之远 以自立为帝 建立了后汉 他趁此让冯道入朝 拜冯道为太师 我可不挑 有Oper就上呗 此后冯道又经历了后汉影帝 刘承佑 直至郭威灭后汉 建立后州 继续重用冯道 对他非常尊敬 郭威死后 他的养子柴龙即位 哎 我说你 懂 我自己来 乱世不倒翁 冯道终于倒了 并是 想年73岁 别类号 活下来 明年春天 吵自生 耶 哈哈哈哈